譬如你說941那些收息的 這件事都可能已經很耳熟能長 這些我就交給其他人說 但如果你說我自己會喜歡的 其中一款收息股其實就比較低一點 或者今天都有時間可以講一講 譬如1373 國際街角零售就做日本城 其實因為我想它的業務就很簡單 大家對這個品牌都很熟知 我想你過去由1819、2021這幾年 其實全部都沒有很日子過 你看到18年的貿易戰 然後19年社會事件 他們自己的營運上面 有很多分店可能要關閉一段時間 要暫停營運 都開不了店做生意 然後去到2020年的疫情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都有一個打擊的 但因為他們可能後來才會 大家會追捧他們一些防疫 或者賣一些衛生用品的時候 會幫到生意手 但其實你見到他們自己 都要面對一個問題 跟其他的企業一樣 即是在一個這麼複雜的環境下 他們的供應鏈 採購的成本 航運等等各樣東西 其實自己都有一個挑戰 但我想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去留意 看回他們自己的業績 或者年報的時候 其實你見到管理層都是一個 或者整間公司 都是一間執行能力很強的公司 我想你見到過去大家 成本、物流、供應鏈上 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你見到他們都能夠一一克服 而且都越來越枯化多 不同的品牌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日本城 但其實它多了很多 開了很多一些和零食 都是和家品相關的line 其實最新我見到擴張得最厲害 就是日記士多 這個品牌 但其實它還有其他 可能大家不相信 原來那個品牌都是它 大家不覺得 反而我覺得 它的營運上面 其實是很穩定的 而且你看看它的派息上面 都在說 都成七厘至八厘 而且你看回他們的管理層 都一直維持有增持 最近你看到五月 為什麼突然一路升上來 突然有一個升浪在那裡 其實那段時間 都牽涉到一些 就是增持的首映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品牌 就是有一個知名度在那裡 然後業務又簡單 然後你基本上 又是過去經歷這麼多年裡 它都對業績 不是說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基本上我覺得都做了 一個很大型的壓力測試 幫它 如果它都叫做捱得到 那個貨幣上面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就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因為譬如你 941當然那個息率會高一些 但你就不期望股價 有一個很明顯的upside 但是我想你 譬如你看一三七三 雖然那個息率上面 好像叫低一點點 人家那邊就可能 百里幾 它就只有六七里左右 但我想如果你看回 那個year-to-day去計 它的股價上面 都由兩個嶺都升到上去 挨近現在兩個九三元的位置 就是你都叫做 可以博到少少upside 所以我覺得 1373都幾吸引 其實就算了